年仅16岁的华裔滑冰旅将刘美贤 是今年美国参加北京冬奥最年轻的选手 刘美贤曾两度拿下美国全国冠军 但就在距离北京冬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被确诊感染中共病毒 他只能待在酒店隔离 等待是否能入选美国国家队的消息 刘美贤是美国第一位 在正式比赛中完成高难度动作 四周跳的女运动员 也是全世界第一位 在同一比赛的同一个项目中 跳出四周跳和三周半跳的女运动员 刘美贤五岁的时候开始学习滑冰 13岁就成为全美最年轻花式滑冰冠军 他将全美冠军的金牌献给父亲 因为他比我还要得到更多的工作 他早上起来和我都运动 能够拿到奥运会的金牌了 这是我们的四年的长远的目标 刘美贤的父亲刘俊是一位律师 八九悬运期间承认广州学字连主席 1989年底移民美国 刘美贤和华裔华选女将谷爱玲 都出生在美国加州 两人还一同出席过北加州华人文化体育协会活动 陆媒尽自批评刘美贤拒绝被中国规划 不可能成为国外临帝二 更在文中称刘美贤的父亲价值观有问题 年仅16岁的刘美贤 被视为美国最有夺牌希望的选手之一 能否顺利在北京冬奥拿下奖牌 外界瞩目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